哈喽,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那怎么样打造我们职场上面 轻盈共创以及跨世代合作的职场神队友 那我是课程讲师 5% Design Action的执行长杨振夫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你不可不知的跨世代共创的第二课 实践与案例篇 实践与案例篇 还记得我们刚刚在第一堂课的部分 跟大家所讲的部分 也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认清 或能够更知道跨世代合作的价值 所以并不是为了轻盈共创而轻盈共创 并不是为了找寻神队友而已 而是可以从价值的认知跟价值的理解开始 那所以第二堂课就会开始跟大家讲 跟分享过去我们是怎么样实践的 所以我们会用案例来带大家做了解跟思考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哦 实际上在现阶段我们在做很多的轻盈共创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希望刚刚所讲的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些首领 民法伙伴能够在职场上面发挥他人生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价值 而且更能够透过我们跨世代的一起努力 把职场打造得更友善 那透过这样的跨世代的合作跟接棒跟经验的传承跟激荡 可以帮助我们的产业帮助我们的社会能够有机会做更多的翻转 那我们过去就做了一系列这样子的尝试 那我们自己本身以及个人都学的非常多 因为很多的世代所看到的观点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如果好好operate或者是facilitate 就是引导这样的跨世代的对话跟合作或共创 通常都会有比单一的领域或单一的世代所看到的机会点 看到的来的更多 那所以我们过去在平台就有持续在办理所谓的高年级的设计师 那高年级的设计师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让50岁以上的首领引发伙伴 可以有机会透过专案的形式再被聘用回来 然后跟青年跟新创的团队一起合作 所以鼓励这些首领伙伴能够再次能够回到我们的职场上面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系列的尝试 包含从不同的产业 衣服的衣 衣食住行 很多的产品 空间的设计 邀请这些首领伙伴 跟跨世代的青年跟新创 甚至壮年的伙伴一起激荡 一起讨论 这个部分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很棒的尝试 也想说在透过今天的课程里面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在18年第一次的尝试 就是针对熟灵的衣服的设计 熟灵衣服的设计 因为如果你去问你身边的熟灵朋友 他大概都会跟你讲说 越年长相关的衣服越难找到 那很多 从消费者跟市场的观点来看 实际上在消费能力上面也是 这群50岁以上的伙伴能够去做的消费能力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发起了高年级设计师从衣开始 衣服的衣 那我们就在网络上面透过 不管一些人力平台 跟我们的专案的这些官网 去募集高年级的伙伴 那募集什么样的伙伴呢 特别是针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之外 也是他们的人生第一章第二章 还没退休之前 就是在衣服产业 在设计产业 有摄影的 有这种衣服的跨国的行销人员等等 这样子的产业的背景的伙伴 一起加入我们的整个高年级设计师的行列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他们不只是不只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代表 他更能够把他过去的重要在产业上面的看见 跟累积一起跟这一次一起合作的年轻设计师一起合作 那把他们观点 产业的经验放进来 但他自己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潜在的消费者 潜在的首领的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参与设计跟讨论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就创造了很多让这些首领伙伴 高年级设计师们跟年轻伙伴一起互动 一起去逛街 一起去听 他们在选购衣服上面 特别特别会遇到的问题 那甚至是可以更有同理心的了解 原来在现阶段在这个首领的伙伴 在这样子的一个穿搭上面有这样的期待跟需求 但为什么他们现在找不到好的options 或者是品项可以去做购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促成很多的跨世代的交流跟对话 所以也回到怎么样如果在你的职场上面 要有一个很好的跨世代的合作 通常都要从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营造开始 不管是在比较正式的职场上的机会 或私底下跟这些前辈们或大人们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彼此互相学习 跟有机会看见彼此的观点的不一样 不一样是必然 但它会是创新的养分 如果做得好 它就不会是创新的阻碍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就很强调 跨世代之间的互动跟共学 然后有彼此很棒的先做朋友的经验 然后我们那一次在高年级设计师的设计上面 跨世代也跨的特别努力 那包含有五六十岁以上的首领伙伴 有三四十岁在衣服这个产业刚出入丑角的这样的年轻设计师 甚至是还有在这个大学跟技职大专院校 还在学习服装设计的设计师学生 那有点像三代同堂班的一起努力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互跟合作 然后让彼此的看见彼此的创意 彼此在这个领域他能够贡献的经验 都能够一起来做实践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然后甚至是很不容易的是 这群伙伴还自己当model 所以这些高年级设计师们 除了发挥他们自己的人生职场的专业 甚至是可以有很好的 从消费者的代言的角度 攻击这些设计师或年轻团队 作为一个首领使用者的观点 那最后好的设计跟成品呢 还可以请他们来做代言 他们也是很多在首领引发的 很有圈的很多的opinium leader KOL 所以这部分就是有多重的 跨世代的合作的价值被展现了 不是吗 所以想想看 在这样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怎么样能够实现到 大家在现在的职场上面的推进 那甚至是我们也有尝试 从另外一个角度 让跨世代能够透过共创跟设计 比如说这个部分从年轻人 讲到的古着 然后去把很多家里面 过去的长辈带他的很棒的植料 或很有纪念性意义的衣服 然后这个部分可以进到 这样子的共创设计里面来 然后重新改造 重新改造一个长辈的整体的 这样的形象跟穿搭 然后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可以去交流 可以去做互动 所以这些伙伴过去都是在 成衣跟衣服产业 但是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去把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能够推进去 然后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能够去做落实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整个跨世代在职场运营上面的 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很多的 过去的设计上面所推进的 所以里面你所看到的创意的展现 都不只是单个世代的观点 我们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巧思 是让更多的熟灵能够去展现 更多的在这个年轻世代 可以有机会把他的一个创意概念 能够实践 那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上面 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那这个也是跨世代合作成功的基础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上面 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有机会包含熟灵 带着他的另外更高龄的跨世代 甚至是有机会 刚刚讲的是年轻世代 跟高年级设计师一起努力 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 新创或职场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所以我们也透过不同的展览 跟呈现的形式 让大家看到原来跨世代的合作 跟设计是可以这么的容易 而且呢 有这么多的火花的产生 那各自就像是刚刚在第一章 跟大家讲的 人生有不同追求的价值 那实际上我们透过跨世代的合作 也不是只有满足 首领引发世代的所追求的价值 更多的是自己本身在青年世代 能够因为他们的合作跟推进 你看衣服能够有 这个首领的消费者的代表的意见 然后他们本身又是在这一行 做了很久的专业 甚至是他们在做市场的沟通 跟推销上面 又可以身先士足 能够作为自己产品的代言人 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示范 这就是我们在 这个高年级设计师 All Design在过去三到四年之间 我们所学到的很大的一些 insight跟成长 那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品 持续被展现 甚至被订购 然后呢 甚至是有更多 让媒体透过好的这些渠道 让更多的公司跟团队 知道你怎么运用这群首领伙伴们 甚至是有机会怎么样去操作 一个跨世代的整合性的合作跟设计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跟推进上面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甚至在衣服之外 也做到这个饮食餐食的设计 那同样的一样化葫芦 我们把很棒的首领饮法的伙伴代表 他们过去有的是厨师 有的是营养师 有的是社区里面 帮助做社区共餐的这个厨师 然后他们很开心的被甄选出来 然后跟很多熟灵跟青年的主厨一起合作 那这些主厨呢 有很多都是在五星级 在米其林的主厨哦 很厉害 然后在这部分里面 又有更多的部分 是在这些学生跟在职场的这种技职 院校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部分都促成了跨领域的合作 那这些的推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有很棒的展现 这些都是跨领域跟跨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然后也是我们在这样的推进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思考 那在这部分里面 其实我们看见他们把食材营养 跟从一个消费者一个熟灵的观点 然后跟青年的厨师跟营养师做激荡 那很好的成果又回到了社区 所以这也是在 不管如果你今天是做公共服务的设计 或者是商业的设计 都是很重要跟很可以去拿回去操作的一个案例 那所以透过我们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所以把这样子的工部门 私部门的合作的成果 推上媒体 推到社区 那甚至是让更多人知道 怎么样能够好好把握这样的跨世代合作 跟整合的力量 然后把更好的服务 能够端到我们的使用者跟社区 所以第二堂课 讲到的是实践 讲到的是从我们过去的高年级设计师 所带给大家的一个案例 那想想看 包含 你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讨论的部分 怎么样能够彰显跟推进 这一个跨世代合作的价值 包含刚刚讲的 青年世代或熟灵世代 要不要一个好的 一个互动的设计 先形成好的关系 第二个部分 在你推进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能够有机会 让大家彼此共学 而且让熟灵世代 可以有机会展现他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作为一个过去 在这个领域 很有专业跟看见的专业代表 然后甚至是 最后怎么样 能够把这样的成果推进出去 形成长期的合作 这些问题 一样交给大家做思考 感谢大家参与第二次的 这个主题 在你不可不知道的跨世代 世代共创的第二个单元 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三个单元 等着大家哦 谢谢大家